自由广场,经恒伟专栏,乞丐大元帅蒋介石 疫苗关乎生死大事 美国为了疫苗生产与供应,拜登不惜祭出战时的国防生产法 意大利为了稳住疫苗,悍然截流运往澳洲的AZ 欧盟各国则向辉瑞公司施压,要求疫苗交付的稳定与透明 这是疫苗民族主义战争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手中有疫苗才适应道理 各个国家无论施展什么手段,都具有合理性 台湾拿到日本,美国的捐赠,即使是求爷爷告奶奶乞求到手,都无可非议 台湾在防疫中展现了民主法治的高度 特权施打得如害虫般一一被揪出 正义,公平是不可跨越的底线 非美打疫苗,甚至到中国打祖国疫苗,法所不经,悉听尊便 在防疫过程中,看到了台湾值得骄傲的文明 疫苗当然可以是政治力的一环 中国打击台湾买疫苗,是政治,日本、美国、立陶宛无条件送疫苗 给台湾,也是政治,尤其美国从75万剂斗增至250万剂,不会延视对抗中国的以疫谋 美国赠送莫德纳疫苗给台湾,绝非脑残如蓝钉钉钉罗志强们所指控的是疫苗乞丐 如真说美元乞丐,蒋介石一定是起石头 中国对日作战,蒋介石派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赋予四大任务 其中一个就是争取美元,1938年8月17日蒋透过胡适给总统罗斯福电报 如果我们能从美国得到一笔巨额贷款 就会立刻为我国人带来信心胡适出任大使,致不再借款 蒋奶改派送子文为全权大使 40年7月12日密电送子文静字向美借款 不必与胡适商量,电报至总统,哀求,磕头到无状 中国历史上永不能忘美国之盛情高益云云 二战之后,全世界都沦位乞丐,美国独副 推出马歇尔计划,挹注欧洲美元高达100萨三亿 目的在促使欧洲拒绝共产主义,投向资本主义 并借此证助红魔鬼 韩战发生后,美国援助台湾的法案 也是从马歇尔计划中衍生出来 49年蒋介石溃淘台湾 央求吴国征出任省主席,要他不可拒绝,否则会危及美元 韩战之后,美通过《共同安全法》 有学者估算1951年至1965年止 奖政权接受美元共10亿2800万元,每年约1亿美元 自由中国,五七年十月的社论,美元运用问题 计算出每年美元约1亿9400余万美元,两说可以护证 如果拿美国疫苗就是疫苗乞丐 那么蒋介石非当乞丐大元帅不可 中国最喜欢骂台湾是抱美国大腿,现在倒不大再大声嚷嚷了 反而是台湾代言人学舌,说台湾是美国棋子或如柯文哲所说当小弟 原用后现代互为主体性的说法,现在的国际关系走向互为棋子 台湾固然需要疫苗恐急,美国何尝不需要送台湾疫苗而示威中国 中国眼睁睁看着美日台关系排山倒海而来,却苦无办法 台湾的罗志强们气得口不择言,贬义台湾不成 反把老蒋的底从坟墓下挖浆出来,反映出皇帝不及及死太监的奴仆心态 作者金恒伟为政治评论者